民国111年10月中旬豪大雨 造成七土区东新街北极公一带的边坡滑动 道路产生巨大裂缝 将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整治工作依旧没有动静 虽然在前立委蔡世英 和现任立委王振旭接续争取下 中央水保署虽然愿意出钱4到500万元整治 不过土地所有权能 国产署以及市政府相关单位 包括七土区公所产发处 却都各自依法 没有接手整治工程的意愿 让积极奔波关心的市议员曾宜芳 非常担心再有灾害发生时怎么办 你这个摊坡在这边 它会越来越下陷 那你如果不去拿捕救或者 其实人家走路走路去的时候 其实也是危险 所以以人民的安全为第一的话 我相信这其实行政作业上 都是小事的 不然以后如果真的 民众在那边跌倒到底算谁呢 他们要给钱但是没有人去执行 那不算谁的 而目前又面临经费保留 即将在最晚明年3月份到期的问题 因此在立委王振旭服务处主任林明志主持 包括市议员曾宜芳以及议长佟直威等人参加下 在七土区公所召开最后一次协调会后 决定采用市政府民政处的建议交由中央和地方首长协调解决 我在想如果没有 比我们更高层级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再开三次会大概也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正式的提案 甚至我们可以书面提供给我们这个 所谓的国有财安局跟新同事 可以办我们的一个正式提案 那跟长官的看法可能 我讲比较具体一点 不过这样子如果说署长说 那我们新同办事处来办 那如果市长说我们市政府来办 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对于这种结果让参加会议的议长同志位很感慨 大家都有法律的责任 所以这都要非常小心 现在新闻事件大家都很明白 大家都盖了章都要承担责任 可是我刚听了说 如果都双方的首长只要一方 说可以我们来做 他就可以做 那他还有什么法令问题 所以新闻事件 你看现在这么大新闻 谁说的算 什么事情都要手掌到决定区 可是这新闻出去以后 民众能观看是什么 新闻出去以后 民众对我们正常的观看是什么 他谁管中央 他什么单位他不晓得的地方 什么时候帮我解决问题 他不会管说 这是中央的单位的地方 他不懂 那他也不知道说民意代表 很用力在争取委员 办公室从财西办到王政区 从生意办法里面当议员 办到派行当议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阶 转发行当议员